这一款不错 那一款看起来又更可口 黑巧克力是不少民众喜爱的甜点 不过消机会这次测试20件的巧克力 当中一件各含量 近高于欧盟规范 一件前含量高于 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的规定 儿童和育龄妇女 每天12.5维克的基准 重金属一旦进入人体 它是很难出来的 因为它会继续累积 这一次检验出来的结果 很要讲说很万幸的就是 几乎所有进口的 都牵 隔 这部分基本上通通都是符合 所谓他们当地生产国的 所谓的规范 针对台湾的两个产品 有五个产品里面 有两个产品 一个牵稍微含量高了一点 另外有两个隔含量高了一点 消息会表示 摄取过量的牵 隔 对人体造成危害 林口常根临床读物中心主任 严宗还表示 孕妇还有小孩对牵最为脆弱 而隔中毒夜空引发骨头病变 特别是孩童 牵的长期暴露中毒的话 它引起一些过动额 自闭症 还有助力不集中的风险 长期接触到隔 也担心说 它会对两个器官影响到 那第一个就是肾脏 隔中毒的话 它会引起骨头病变 它引起软骨症 也会引起自发性的骨折 消息会表示 目前国内没有巧克力产品品质的安全标准 呼吁业者参考国际标准 同时也呼吁政府 应该全面抽查市售的巧克力品质 并公布结果 制定相关的法规 才能让消费者买得放心 吃得安心 人机会是增加两海游 台北仓报道 好 Francis 明天 都有 determine